很多人都喜欢就是拍这个照片 年轻妹妹一边动手滑一边讨论剧情 行动漫画崛起 日本线上漫画厂商 看准国内广大手机市场 网络FB知名插画家马克 还有著名纸本漫画家阮光明 跨道合作 连载原创漫画 创作上 它就是一个分镜跟说故事 其实我觉得都跟 目前的脸书创作跟部落格创作 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很多新人都已经在往这一块走 那我身为老人 也想说要必须跟上这个潮流 为了抢攻行动商机 扩大曝光度 插画家改变发表模式 从纸本或部落格 跨界手机阅读 比起韩国早在11年前 就有线上漫画 App厂商复制经验 发掘新锐漫画家 漫画产业的一个 还蛮新兴的创作形式 预计100万下载量的部分 这几个月以内是没有问题 那之后我们相信 300万甚至到500万的下载量 都有机会 去年7月开始不到一年时间 线上漫画下载量突破60万 保守估计短期目标还能成长一倍 而通讯软体LINE 去年推出线上漫画后 今年更进军手机动漫和戏剧 对抗胜利军抢转行动商机 三连新闻医生 虎晨一杰台北报道